我去过很多教会分享 我觉得今天来到这个教会 是所有的诗歌里面最感动我的 我已经很少能够唱这样的诗歌 你以后祷告 我自己在那边唱武器就很感动 前面的那一首我也很感动 第一首第二首我都很感动 第二首耶稣比全世界更宝 第一首真理的圣灵在我心中 自有运行做善功 这三首诗歌 对不起我这个就不还给你们教会了 这个要还吗 不用还 我带回去唱 我已经好久没有唱这种诗歌了 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那我叫张文亮 那你们今天刚刚我们的长老拿了一本书来 这个其实我学物理 我是学流体力学的 我在台湾大学我叫物理 我也叫化学 那很多人认识我的原因是因为 台湾大学遇到很多的问题 所以在2009年做一个前校的票选 选出前校最好的八个老师 被写上的话一个还送10万块 那你被写上以后 你还要每一次台湾大学的新俊老师 就是我们这八个去给他们受训 因为很多老师很多学者 他从国外回来 其实他是那个领域的专长 不代表他是教育的专长 关心学生的专长 那我们现在很多学生出问题 非常多的学生出问题 那你知道吗 台湾所有大学里面哪一个大学出问题最严重 台大 No 政大 OK OK 不要我们乱讲 我们是台大就说我们是台大 没有政大 政大比我们严重多 大部分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OK 所以我们常常在思考这些问题 OK 那这个 所以台湾大学2009年前出一个前校的票选 最佳的八个老师 还为我们八个人 我是八个里面的一个 并且我是八个里面的第一个 OK 那我等于代表另外七个去接受学校的 所颁发的第一届台大最优良的导师将 所以因为我是第一个那次的致死也是我 所以就成为很多媒体追逐的对象 包括什么天下杂志 包括很多很多的媒体 因为 但是我基本上一个当老师的人 其实第一天回来当老师的时候 自己已经知道自己跟金钱已经断结关系了 自己跟名望已经断结关系了 为什么 因为学生就是我们的财宝 OK 我太太已经安息了 我太太已经安息了 一直陪着我的都是我的学生 包括今天我来这里 也是我学生陪我来 所以 我会写这本书是因为 我自己因为学物理嘛 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 热力写或者电磁写里面的 我就写这个马克思威尔 那我太太跟我写 大概除了你意外 大概不会有第二个人写了 所以我们一般写一本书 大概是十年到十五年 包括我现在在写牛顿 我们准备了四十年 OK 然后下笔写 那我上次去过 马克思威尔是 是整个电磁学 我们知道你这个 这个电磁学相当的困难 所以很多的高中生 大概就念到电磁学 他就成为物理的拒绝往来户 OK 所以呢 但是他这个非常好的基督徒 那我自己有去过Edinburgh 去过爱丁堡 我去Glasgow 我去Campritch 建桥大学 我去 几乎他一生 交过的学校 我几乎都去过了 OK 那我这边也住了一阵子 然后呢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写 我一直都没有写 那为什么 因为很忙 然后忙东忙西的 那我太太在安息的那一个礼拜 他实际上已经进入米流了 那有时候他就会醒来 他说文亮 我现在要走了 那请你把马克思威尔跟牛顿写出来 OK 那这一次我不能陪你了 你自己爬都要爬过去 OK 那我想问他为什么 然后他就进入昏迷 我真的有时候他会醒来 OK 那我太太 他走了 走了以后的话 我就真的是拿出笔来写 那我大概一天可以写个三分钟就不错了 三分钟五分钟 三分钟五分钟 后来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十个小时就一直往前写 那所以呢 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太太 在他走了以后 我走过人生最困难 最黑暗的日子 那有一本书 有个任务我需要完成 所以我一直没有吃药 我一直没有吃药 我就是每天哭 也没有哭多少次了 大概六次到八次而已 OK OK 我现在好很多了 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那我自己就慢慢慢慢的走 那我的女儿回来看我 因为妈妈走了 我的女儿回来看我 那我的女儿呢 对我讲说 爸爸我对你只有一个期待 请你不要自杀 就这样 我的女儿就说 爸爸你今天就说 请你不要自杀 那我其实有多次的想从那个划顾 我坐在划顾新天地 我坐在那个附近 那我多次的想跳楼 OK 因为二十几楼 但是我又是主委 很难跳 哇这个主委一跳 房地产会崩你知道吗 OK OK 哇连主委都跳了 你想想看 我到前天 他们又来找我 他说你要不要明天又找你来当主委 我在住院住了两 我在医院陪我 他还陪了一百多天 他们说你这个当主委 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我们有五百四十户 他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我们现在让别人知道 你是主委就可以了 那什么事情我都听你做 OK 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成为一个大学的老师 我们陪伴学生 学生是我们的财宝 然后呢 在人生很困难的时候 那我其实没有在外面讲到 我其实都在教会教主日学 因为他还喜欢 当我的学生 OK 那他来走了以后 我没有机会在教会 继续教主日学 OK 那我说我在2023年的6月28号 我就跟我的牧师讲 我要到各家回去流浪 如果有人找我 结果一流浪流浪到现在还没有回去 OK 可能明年还回不太去 OK OK 那我也谢谢方选 原来今天是方选来分享的 所以一起你们 显出了一个讲言 OK 那泛滥中的安慰 我特别还要再用一节圣经 我要用一节圣经 就是圣经里面的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有一段 跟这个非常非常的像 我自己非常喜欢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 圣经每个地方我都很喜欢 OK 圣经对我而言就像是一个救生签一样 我每天上午起来 第一个想法是怎么样 啊 我们今天还活着 第一个想法 哇 为什么今天还活着 我昨天祷告不是说主 你让我不要看到明天的太阳吗 主有没有听祷告 主是一个不听祷告的上帝 OK 我这样祷告了好几年 有麦克风 原来从而到尾你们都没听到我在说什么 直到我嘴巴在动而已 OK 哇 你们这个家伙很可爱 开 开 这个还要开 怎么开啊 OK 开 真的很对不起 OK 所以 我要讲的是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 是各样安慰的上帝 你们知道什么叫安慰吗 安慰就是接近你呼叫你的名字 安慰这个字 在圣经里面 他就说我接近你 然后召唤你的名字 呼叫你的 安慰其实不一定给猪脚 安慰不一定给卤肉饭 安慰不一定给牛肉面 虽然你给我这个也可以 但是有一个花慈悲的上帝 当我们在经过患难的时候 他是给我们各样安慰 安慰还有很多种 安慰有一个就是他接近你呼叫你的名字 我自己在这两年多太太安息过之中 我常常听到我太太在叫我 晚上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叫我 你怎么知道他叫你 会不会是隔壁的老鼠在叫你 我不太知道 但是因为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 我们结婚40年 我们两个人有自己设计的语言 别人都听不懂 这个很不错 我们都鼓励学生 结婚的时候 就你们两个有自己的语言 谁教我们的 我老师教我的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老师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 就是Noble Price的那个 然后他有一天 他请我到他家里吃饭 然后他请我吃饭的时候 他太太在后面教你说 那我老师就立刻停下来 跑去跟他师母说话 我就问老师说 因为我老师没有Nini 他说什么叫Nini I need you OK I need you 他们夫妻就弄了一个自己的语言 叫做Nini 后来我就学会了 我就跟我他有些说 这被人都听不懂 只有我们两个人才听得懂的 甚至到最后 根本不用讲 看你一眼你就知道 OK 我觉得这个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武功 就隐隐地看你一眼 你就知道你惨了 OK OK 我要夹他猪脚的时候 我大概在几十公尺之外看你一眼 那我手怎么样 就瘫痪了 就这样 OK OK 后来我这样把他挡住 就挡住这样 这样要偷拿 他可以串通你的身体 看到你的手在盖上 哇这个太厉害了 OK 所以我在那个 这个默契 所以有个叫做各样安慰的上帝 然后呢 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 哇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招各样患难的人 哇什么样可以安慰别人 什么样可以接近别人 去呼叫他的名字 当然第一个是上帝 第二个的话 其实我们经过苦难的人 你们知道为什么这边叫 银巧国中吗 有巧吗 有 以前有巧 有萤火虫吗 有 现在有萤火虫吗 有 在校园里面 有人知道为什么叫萤巧国中吗 萤巧国小 萤巧国小 对萤巧国小 等一下 为什么叫萤巧国小 大概18230 1820 1830年的时候 我们做柳公军的时候 是做到这里来的 柳公军有三个分流 一个分流走山藏里 一直到我们的信义计划去 这条最难走 因为他走三边 沿路收集三边的水 然后呢 去提供我们山藏里 一直到松山附近的农田 第二条走得最远 经过我们的新生南路 从我们的三段二段一段 我们的中山北路 一直到我们的基隆河 第三条请问经过哪里 到这里 就是到这里 萤巧国小这里 就是第三条柳公军的分流 所以的话呢 对啊 我现在这个有视频 OK 我是 全国的 OK 我不是 我不讲过去的事情 OK 因为很多以前讲过去的证明 证明他老了 OK 所以我们讲未来的事 OK 所以的话 他就留到这里来 那你们知道 为什么留到这里来 因为我们这边的土地很回沃 我们这边的岩石很坚固 台北是哪里的岩石最坚固 就是这里 所以这边的石头 你如果有事没事干 你到那个前面 前面西叫什么西 新电西 对 你到新电西 每一去捡石头回来 真的是很硬 非常的坚硬 这边地质非常很好 所以你如果旁边有人在盖房子 他会打地基 对不对 他会打那个 咚咚咚咚咚咚 做砖探 你听砖探就可以知道 这边地基很好 为什么哪个是 如果是 土壤很软 如果是 土壤很硬 这边都是 我现在这边并不是鼓励各位 在这边投资黄地产 OK OK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呢 我们这边的土壤 非常非常的回沃 我们这边土壤有什么颜色 我们这边的土壤有什么颜色 这样好了 这个 银巧国小里面的土是什么颜色 妹妹你是 你是国小的毕业生 OK 虽然年代看起来 应该不会太久 OK OK 来来来 你说你们学校的土是什么颜色 土黄色 对 太厉害了 这个姊妹真的 不是一般的姊妹 OK OK 能够讲出黄色就不行 还讲个土黄色 没有错 他是土黄色 再问 请问是黏土还是沙土 黏土 不对 沙土 总是OK 其实他讲的是对 那个沙土是后来填上来的 因为这边以前都是水稻田 所以我们这边的道路 弯弯漆漆的 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以前的农田水路 农田水路有大概有多宽呢 大概是一个水牛牵过去的路 就是一个人牵着水牛 经过去的那个 那个就是我们昭安街的宽度 你如果有机会 从我们的罗斯福路 山段一直下来 或是从我们的重庆南路下来 你看一路就往下走 一路那个地是往下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水路坐在这里 因为水路要高嘛 你淹水的时候不会淹到嘛 所以的话那个水路怎么样 就抬上来 因为这边比较高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这边会淹水吗 这边有没有稍微坐久一点的 这边会淹水吗 不容易 不容易淹水 因为水路是到这边来了 水路已经是从高往低流嘛 所以的话 如果你家住在水淹路 你家住在这个附近 你们家不淹水哦 你们好像都是外来的 OK 我们这边 地址又好 又不淹水 然后我们这边有没有有风在吹 有 有风在吹 为什么 台北市的风 85%是从淹水河口进来的 进来以后绕个弯道 我们的心电系 所以我们这边有风 对 所以我一进来这个建筑物 我先看什么 看墙壁有没有花美 老师 你真的有点病态 职业病 OK 职业病 职业病就是这样 到哪里去就看人家有没有花美 因为有花美告诉你 有没有通风 有花美告诉你 太阳的日晒好不好 有没有花美告诉你 地盘有没有下线 OK 都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我是国家环品为言 我是国家 我当了很多年 我从1979年 都当到现在 OK 我当了国家很多年 所以我也有这种 很深的这种 这种职业病 那我来这边 我来分享几个点 什么叫做永远不变的爱 什么叫做患难里面的爱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在患难里面 有个爱来扶持我们 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认为是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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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面还有没有菁姐 有 是不是可以帮我换一下 OK 我们 等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读 好不好 你们知识看得见吗 因为我在后面看得不太清楚 我因为太太安息了以后 我哭太久了 所以我几乎没有什么眼泪 OK 所以有时候那个强光 我也很受不了 OK 各位姊妹你们要活久一点 你们走了以后 我们弟兄如果先走的话 姊妹依然过着圣洁快乐 喜乐的生活 OK OK 那我们姊妹先走 弟兄整个世界都帮人了 OK OK 真的你要为主活久一点 如果不能为 你最好 怎么样 为你先生要活久一点 对 我们 方姐你有不同的看法 来来来 我们从前面开始念好不好 我们从前面 来来 从前面开始念 来 不是不是这里 不是这里 从前面 不是从这里 OK 来 这里开始念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花慈悲的父 是各样安慰的上帝 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神所示的安慰 既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们受患难 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 也是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 忍受我们所受那样的苦楚 阿们 我有时候 读圣经我就很感动了 我都不用解释什么 就是很感动 我今天来这边的话 其实我先来看那棵芒果树的 整个台北市最古老的芒果树 就长在这里 芒果树 寿命有多久 500年 它长了多久 120年 请问展开什么地方 银巧国小的大门口 你们不知道那边有个芒果树吗 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芒果树都走在台湾的南部 哪里的芒果 是有名的 都是台南 对对对 为什么有事没事 这边长了一棵 还长了这么大 都已经快倒了 还用铁板把它撑起来 对不对 对不对 用铁柱把它撑起来 因为不能把它倒 它为什么会长那么久 这个树 你说什么 所以我来这边不是来教会聚会的 我都在看那棵芒果 我常常来看那棵芒果 我带习生来看 我带我的老婆来看 看芒果树 你知道芒果树它能够占这么久 它真是多受基督的苦楚 你说 你要讲什么东西啊 你如果今天等一下下课的时候 不是讲到时候不是下课 你如果等一下回去 甚至我根本带你们去看就可以了 OK OK 那个芒果是不断的流眼泪 它的树干不断的排水 它的树干不断的自己开一个洞 然后就把水流出来 有时候还开好几个洞 所以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这边以前是农田 农田的话水位很高 旁边的话又是信电锡 所以我们水不容易往外排 所以我们底下的土壤 事实上是有很多很多 很高的地下水位 然后呢 又像我们刚刚所姊妹说的 这上面是黏土 黏土的话就很容易有毛细现象往上升 往上升的话的话 我们芒果长在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早就被水泡死了 对 请问那个芒果树有没有长芒果 有 有 好不好吃 啊 都 政府都 摔掉了 对 当然芒果一定摔下来 但是 不是摔下来 掉下来 掉下来 有人捡吗 没有 还没有成熟就被那个政府 私事政府派人 全部都把它收 都收掉 政府真的有够大胆 OK 下一次掉下来的话 味道还是好 他为什么芒果为什么叫芒果 老师你怎么问这些很奇怪的问题 台大教授就是常问这种 蛤 有毛 不是有毛吗 皮有毛 芒果皮有毛 这我还是第一次 OK OK 芒果的花很小 所以就叫芒果 芒就是小的意思 OK 所以芒果的花很小很小 果实会那么大 OK 长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样 又是一个 一个一个早期 这个柳弓箭的一个分支 到这个地方就停下来 停下来的话 因为低下水会高 水就很容易上来 所以我们的芒果树 长在这边要长得好 最重要关键是什么 它要能够排水 树本身自己排水 树本身自己排水 所以你不相信的话 你等一看一看 是不是我带你们去看算了 午饭就不要吃了 我带你去看 我现场讲给你听 OK 你说老师 你怎么会对这个树这么有兴趣呢 我常常觉得树真的很伟大 太阳也晒台风 台湖也吹 你有没有看到一棵树 突然躲进我们家会说 好热 快受不了了 这个气候变结变得很热 没有 树从来都没有逃 树永远在那边 慢慢的怎么样 默默的怎么样承受 我就讲这个 芒果树的叶子是不是很多 是 对不对 你刚刚有说了 试试看是不是很丰富 是 对不对 因为你刚刚也说了 带来很多的阴阳 芒果带来很多的阴阳 长这么多好吃的果实 然后又常常会被人家砍一砍 砍了以后有没有再长 会 你看 砍了以后又再长 哇 多么好的弟兄姊妹 对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芒果都在台南 其实台北的芒果才好 所以很多人以为 这个台南的芒果 爱无芒果 爱无芒果在哪里 台南 台南什么地方 新化 对不对 金黄芒果在哪里 听过金黄芒果吗 韩大长像木瓜一样 在哪里 屏东 什么关系 在屏东 屏东什么地方 六龟 台湾很多好吃的都是在六龟 OK 所以你说老师 你怎么都知道这些 我就是到处去走的人 OK 所以我在这边 我要讲 其实芒果实在 我们芒果大一讲都想到哪里 泰国 艾文 艾文为什么叫艾文 你看 金黄为什么叫金黄 我听过 那个蔡金黄 他的名字 对 讲的是对 感谢主 是一个基督徒叫做陆之灵 陆之灵是个很爱主的基督徒 他是从美国引进 一个苹果 一种长得像木瓜的这个芒果 他引进八棵 然后呢就请八个农民 他认为最好种的地方 就是在六龟 八个农民种 最后只有一个人没有放弃 就是他 就是他 金黄 你说老师 你有没有去过六龟 看过这个树 有我看过 还是不是活着 有还活着 是不是有结果子 有有结果子 有结果子 所以我在这讲 就是有人就愿意努力 去栽培一棵芒果树 然后呢 所以很多人都在享受都不知道 艾文芒果是从哪 那个艾文是从哪里来的 美国来的 从美国来的 泰国芒果是 所有芒果里面 什么芒果最好吃 土芒果 对 阿们 阿们 OK 来来来 你为什么说土芒果最好吃 对 土芒果最好吃 香味 香味 对 阿们 你们这样会真是属灵 OK OK 土芒果有香味 还有没有 大小刚好 大小刚好 哇 还有这种答案 土芒果掉下来 也不会把车子炸坏 对不对 台北市仁爱路 以前通通种芒果树 后来人家说台北市 不能种芒果树 只有台南 通通的砍掉 为什么要砍掉 因为他会把车子给炸坏 请问有人的车子 被芒果炸坏吗 有够烂的 烂车子才被它炸坏 所以那话呢 我这样讲 我这样看到芒果 有想到祖了爱 为什么呢 这么困难的地方 然后大家都知道 你问芒果啊芒果 你人生快乐吗 芒果说真的很悲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台南的芒果 知道六归的芒果 就是不知道 我台北芒果 其实也长得很好 芒果可以抗台翁 我们台湾有很多 绿色的隧道是芒果树 对不对 台湾很多绿色的隧道 就是你开过去 两边都是树 是芒果树 我常常讲 什么叫做多得基督的 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们在苦难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人生 体会了更深 芒果是个树很深 根很深 根非常非常的深 所以台湾的时候 你看过芒果树倒吗 我几乎没看过 我几乎没有看过 我台湾很多地方 我都去过了 我几乎没有看过芒果树在倒 那整排的 整排的那个绿色隧道 两边都是种的芒果树 然后非常非常的漂亮 芒果树都不会倒 如果倒的话 请问是倒哪一棵 老师对不起 我们只会吃芒果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跟你讲 芒果树都不会倒 为什么 因为每一根的根都相连 根根相连 那会倒的话 倒怎么样 最旁边的那一棵 因为怎么样 他不太有机会跟别人相连 他就连一半 我在告诉我们 我们这彼此相连 会成为绿色隧道 非常重要的 我们彼此相连 我们在遇到很多很困难的时候 请不要让一个人单独受苦 我们是身为弟兄姊妹 我们是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回来 耶稣基督让我们互相连结 成为一个身体 耶稣基督是看中我们 连结我们 帮助我们 然后呢 哇 所以的话呢 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 我们靠基督多得安慰 你看我的脸是优丑的脸 还是快乐的脸 我自己 妹妹你说一下 都有 好奇怪 一个脸还会 一半是优丑的 一半是快乐的 OK OK 你说一下 这个妹妹你说一下 你说完了以后我把书送给你 这个书可不是你们那个书 本人只有负责送 并不负责卖 OK 妹妹你说一下 你说错的话送你书 说对送书本来就是合理的 这个说错还送书是恩典 来 你说我 不会讲 就是一个是sad的 一个是happy OK 是喜乐的脸还是忧伤的脸 喜乐 感谢主送给你 OK 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真的直接感谢主耶稣 有时候苦楚就是苦楚 苦楚就是苦楚 他来走了一个人自己在那边生活 他来走了一个人在那边尝试 怎么去用大同天国 我在台大教物理教了好多年 我还教化学 我还有一个很棒的实验室 结果竟然不会用大同天国 大同天国我不会用 你们这边有人会用大同天国吗 会 有人不会用吗 你们家会还是比我属灵 赞美耶稣 以后不要请我来讲道了 我就不会用大同天国 我从晚下午五点钟 洗米洗好以后 我到八点钟还没有煮好 OK 我就好像打开说怎么还没有煮熟 怎么还没有煮熟 所以到八点多的时候终于怎么样 没有 还是没有熟 我后来吃那种半生不熟的 你应该想到一个男人 他来走了 在家里吃半生不熟的 的那个饭 眼泪都 不想是 不想是稀饭干饭 还是 本来是干饭都煮成稀饭 因为那个眼泪这么多 我怎么这么可怜 你说 你到外面去买一个吃了就可以了吗 外面不是有吃素餐吗 我们家底下就是千年啊 OK 你为什么不去买 那个戴口罩的妹妹 说一下 为什么不去买 不用脱口罩 没关系 为什么不去买 那男人过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买 不想去啊 不想去啊 为什么不想去 我好像真的想 我真的一直想说 自己不会这么愤怒 连电钩都不会用 对啦 对啦 哎 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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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 我送你一本书 我送你一本书 这样 天哪 天哪 怎么自己 自己在台大当了多年的教授 自己什么精密实验室都做过的 戴口罩就是不会用 你猜我现在会不会用 会 哇 我跟你讲 你会用大红电锅打遍天下无敌 对 对 你要蹲 你要煮 OK 你要闷 OK OK 你要上 大红电锅一个外锅内锅全部搞定 阿们 圣文叫做多受基督的 靠基督 多受基督的苦楚 靠基督多得安慰 哇 我每次在那边煮红豆汤的时候 用外锅煮红豆汤 真的是会流下眼泪来 哇 我还会做挖柜你知道吗 我还会做挖柜 我还会做豆花你知道吗 豆花 豆浆泡一泡 然后呢压一压 然后呢就滚出来 把它煮熟以后 加一点那个gel gel gel 那个什么gel 中文叫什么gel gel 加一点那个什么羊椒啊 那个前点地下室里面的 左边最后一排的底下摸出来 就是羊椒 OK OK 那你一放进去的话煮一煮 哇 好吃呢 真的被埋没了 整个台湾的这个烹调大师 就是被埋没在台湾大学的里面 我跟你讲 还好太害走了 不然你真的不会煮 真的 真的我现在就觉得 什么叫做靠 我现在讲的很实际 就靠基督多多安慰 我在一面煮 我说煮好 你真的是兼顾我 兼顾我能够按下大同的电锅 我以为我很厉害了 我昨天的中午 我闷了369的黑糖的面包 因为我最喜欢吃369的面包 馒头 馒头 谢谢 OK 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来这边讲道 请帮我先买 因为我今天来这边 我买了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OK 结果我就把他 我把两个包子 两个馒头换进去 然后打开 那个关起来 然后我时间到了 看他跳起来了 我说奇怪 今天怎么跳得特别早 就我一把他打开 里面是空的 根本就没有放进去 这是多得安慰 你知道吗 当你把那个电锅一打开 他里面是空的时候 你会发现 到底到底自己怎么一回事 其实我在 你知道吗 我在想杯的事情 然后呢 就以为已经把馒头放进去 其实根本就没有放进去 然后呢 电也插了 插头也插了 然后盖子也盖了 水也到了 结果是煮了一勾热水 我现在讲得很实际 什么叫做安慰 什么叫安慰 请问我有没有哭 没有啦 不要什么都有 当然 没有哭 我没有哭 我没有哭 那我怎么办 我再把 打开冰箱 回家三六九的馒头 哇 最后那一颗已经 还在里面 赶快再把它放进去 然后再插进去 我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那天的泄饭 我泄得很感谢主 我现在是讲昨天的事情 已经过了两年多了 我大概已经走了两年多了 我真的靠着煮 什么叫做 多得安慰 你说你連煮个 煮个三六九的馒头 你都得安慰 是 是 是 问题在哪里 我靠基督 OK 你说你不靠 就不得安慰吗 我不知道 我不能不靠 我不能不靠 我们知识很丰富 我们知识很渊博 但是呢 医疗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都不会做 请问多少男人 会用家里的洗衣机 洗衣机 洗衣机 黄血你会用洗衣机吗 会 感谢赞美主话 这个先生 你会用洗衣机吗 会啊 你们家什么牌子的 山羊 山羊 我不会用洗衣机 我回到我的家里面来的时候 他太没有回来 我就自己一个人回来 他太安息了 我的太太在我的电视机的荧幕上贴了一个字条 先生 我如果没有回来 请照实生活 他告诉我 洗衣机所放的那个水的刻度要多少 因为你可以按 你可以按那个水的刻度 他说 请你按的时候 请注意哪个号码 请问我有没有这样按 有啊 对啊 他要讲的话就神的话 OK 所以的话 我真的是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每天都会说 主 我说 我真的是靠着基督多得安慰 那我讲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我讲一个 做一个关乎 最难过的事情 最难过的一个问题 是哪个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我的胎害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的胎害在哪里 我有一个人 常常一个人在家里呼喊 说太太啊 太太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晚上会呼喊 我上午会呼喊 我中午会呼喊 我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呼喊 然后呢 请问我他会回答我 没有 他没有回答我 我希望他能够回答 但是他都没有回答我 所以我会 我常常会 会有事没事来喊这个问题 有时候喊的时候 还不是在我家里喊 是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喊 喊多久 大概喊一个小时而已 台湾大学的教授 杰出的教授 国家多项奖项的得奖人 国家文学奖的五次的得奖人 我是 然后一个人 穿西装打领带 在摩托中 太太喊你在哪里 太太你在哪 这样喊一个小时 你才随会的把我带走 警察 我常常到警察学校去布道 青年还是我要去布道 你听过警川吧 我常常去 我上一次去的时候 校长说 说警察学校不能布道 就校长把那个单张 全部拿下来 还不准举办 结果我明天要去 讲布道会了 校长把通知 通通通通通通布论广告 校长晚上到他叶母家去吃饭 叶母说 请你看张文亮老师的书 校长说一戏也戏也戏 他回到他叶母家的书 叶母把一本书给他看 说这是张文亮老师的著作 请你要仔细的读 校长心中花冷 因为张文亮去演讲的时候 他把所有东西都拿下来 OK 所以他隔天上午 自己一个人跑到喜庄餐厅说 今天晚上点名 所有人都给我倒 我有照片留念 我后来 那次布道会 都刻满你知道吗 还有没有人中间可以离开 我说为什么不离开 我讲完他们也没有离开 你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离开 他说校长还在 什么叫做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在讲的很实际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很难走 我真的很难走 我自己洗衣服 我自己洗裤子 我自己 我自己每天洗澡 都每天洗澡还要讲 我每天洗澡洗了好几次 怎么洗了好几次 因为我开始在家里开始运动 我以前就是一个人走路到中正纪念堂 从景美站走到中正纪念堂 为什么这样我可以流汗 那后来 这样可能不太好 空气很脏 所以我开始在家里打开YouTube 就在那边跟他跳 OK 多少人跟YouTube一起跳舞了 都没有 什么时候我们教会自己来录一剪 OK 如果说 主啊 最前世 你对我最好 那我们就OK OK 真的 我真的学习靠基督多得安慰 那我在家里就一面跳 然后流很多汗 流很多汗 我就跑去洗澡 那一洗澡以后呢 我的汗就睡得好 我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一面运动 我一面说主你帮助我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绝路了 我已经走到人生最困难的地方 我的知识不能帮助我 我的经验不能够帮助我 我的想象力不能帮助我 我的逻辑不能帮助我 一个堂堂一个 一个台大教物理的老师 一个堂堂在美国拿到 对不起 拿到博士学位 那你都没有用 反正都不能帮助你 你一个人在走一个 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你从来没有想过的路 什么叫做靠基督多得安慰 哇 能够鼓我 免起来 怎么样 鼓我 再起来生活 请问你 我怎么过生活 养鱼 养各种鱼 结果鱼都死了 怎么样 种花 种花 花后来都不开 OK 后来呢 我就开始种水草 OK 我就种水草 水草都死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都不开窗 因为都不开窗 每人都好自己 这个就关起来 所以我到 第三百三十天 我才第一次把窗帘打开 为什么 因为学生送给我一颗植物 是我跟我太太最喜欢的植物 我终于把窗帘打开 我真的在 我慢慢的体会中间 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没有很快的得到安慰 但是我就持续忍耐 持续祷告 持续我相信我的主 就像这边所说的 耶稣比全世界更保 生命喜乐荣耀 主是我随时的力量 我离主 我必跌倒 阿们 我们刚刚参考师哥的第一节 我离开主 我一定会跌倒 所以让我主 是我随时的 我随时的力量 他在走了以后 最困难的是什么 钱自己都不要 我给出了好几千万 你知道吗 因为全队我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还自己 他有拿一千块的 到马路上 看到人家 看到这边 先生给你一千块 你是给你一千块 他说 怎么给那么多了 OK 我说我给你一块 你可以让你一个礼拜 过快乐的生活 我留着的话 我顶多一 等会儿 因为我已经没有快乐了 我就常常出去花 我有一次 今年的 过年的最寒冷的冬天 我在大安森林公园 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唱歌 好冷喔 那我也很冷 我一个人就是 因为没有态害 就等于没有家 OK 没有态害就等于没有家 所以我在那边流浪 我看到他一个人在那边唱歌 我就逃出一千块 我就给他 我说先生去赶快回家 这么样的寒冷 请你回家 因为一千块 我又不能够换在 你前面的那个 那个奥里面 请你立刻把它收起来 结果他就 看着我就把一千块收了 他讲了一句话 我说你赶快回家 这么寒冷的冬天 请你不要在这边唱歌了 他把钱收了以后 他说先生 请你也赶快回家 阿们 阿们 请你也赶快回家 我在讲 我们真的是靠基督 多得安慰 我们真的是 你说你怎么知道 你受的是基督的苦楚 主带领 我常常呼叫我太太的名字 有天上帝告诉我 他说我这样 你知道你太太在哪里吗 他说在耶稣基督里 在耶稣基督里 所以 耶稣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其实死亡没有办法隔开 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虽然医院已经给我们 已经开了一个叫 已死亡的证明 虽然我还要去七公所办名 妻子已末 我那看了我都哭 但是耶稣告诉我 文亮 你其实在耶稣基督里 总比在你的身边要好 总比在医院要好 对不对 总比在医院要好 所以的话有一个叫做 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的 他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因为他是信主的人 信主的话有一个永远的生命 在他里面 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他的里面 然后没有一个可以把我们 跟死亡可以隔离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 是个得胜的生命 是个护活的生命 是个永不改变的生命 你说我信不信 你说我懂不懂 完全不懂 我根本不知道我刚才讲什么 有些神说 他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我说主我不懂 但是我愿意信 我愿意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我苦楚 我无计可思 我无计可思 有些神会感动 说你的妻子 在耶稣基督里 为什么 因为我们 你无论怎么样愁苦 你无论怎么样的思想 你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但是他在耶稣基督的里 我那天说主我信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根本不知道 这个在讲什么 我根本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耶稣基督是个 为我们死而护活的主 他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没有任何死亡的权势 没有任何的疾病 可以中断 他跟主的连结 当然他离开我 我很难过 但是我必须 还是继续再往前走 但是我开始学习 我如何靠着耶稣基督得安慰 我每天出去 看着花朵 跟花朵讲话 我靠基督得安慰 我每天上午起来 我写一个圣经的心得 有人在看这个吗 我放在脸书上面 我只没你看这个 我跟你讲 我已经写了四四年了 我已经写了四十年了 我跟我太爱结婚的第一 我就每天写个读经心得给你 然后他到最后 他都已经快走了 因为他不能赌 因为他已经进入米流了 那我就拿个手机 啪 晃在枕头的旁边 他就听一听 笑一笑 听一听 笑一笑 有一天他醒来 他说我一定要我跟你讲 我走了以后 请你继续做 请你继续做 所以的话呢 我就十点十分我就结束了 我要讲的是可以靠基督多德安慰 我写给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妻子 然后我自己靠着主 然后我往前去 然后我现在开始 自从柯P出事情了以后 有个很大的改变 政府官员都不敢做事 柯P是曾经有一次的市长 叫做柯P 我呢张P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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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ce Professor OK 我是张P 他是柯P 柯P不是出事情吗 OK 那 哇 政府官员都很怕你知道吗 我政府官员都很怕 很怕的话 弟兄有很多事情 请问是谁出来组结 谁出来解决 张P啊 对啊张P啊 所以有很多案子都是我出来解决的 OK OK 我要冲出江湖 我靠着基督多德安慰 我开始出去 帮助政府解决问题 请问我要不要钱 当然不要啦 我说把钱送给柳浪汉啊 我干嘛还在要钱啊 OK OK 那他说你 那你不要钱 那总之我们政府一算很难报嘛 我说我 那我可以做志工吧 我可以做义工吧 所以我真的担当很多地方 那你说你为什么还要出来 我说我要靠基督多德安慰 我不是讲得很抽象 我愿意出来再继续服务台北市的居民 我愿意继续出来再服务我们国家的国民 谁给我力量 基督给我力量 让我一个官夫可以重新踏出来 做官夫真的是 金钱不再有价值的 所以我自己退出了很多很多的团体 民意不再有价值的 专业不再有价值的 我太安心了 我回到家里就把那个毕业证书烧掉 我把我的毕业论文也烧掉 我说现在我没办法回台大当教授了 因为毕业证书被烧掉了 我没有后悔 我真的没有后悔 我觉得那个最美好的部分都过去了 但是我要重新站起来 我要重新站起来 所以方前找我来 然后我就来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我就讲这一节 我既然多受基督的苦楚 我就可以靠着基督多得安慰 然后靠基督多得安慰怎么样 叫别人也可以同德安慰 叫别人也可以同德安慰 我喜欢这个地方 我谢谢你们找我来 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 很多地方可以讲 很多大陆的以前的郡 的这些同胞们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这边讲都是姓什么 你们有人知道吗 我们这个地方来 大部分从大陆什么地方来 你们知道吗 干脆我这边讲一个 这个招呼街的历史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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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知道 我们就来 我重新再寻找怎么样 那你说什么叫做多得安慰 我可以跟卖面的人讲话 我可以跟卖那个369的包子讲话 369的包子已经开几年了 369里里面不远 包子店里里面不远 对不对 对 369开几年 算了你们都不知道 OK 所以我讲都靠基督多得安慰的话 就是我常常跟出来 跟树讲话 跟华讲话 跟居民讲话 我常常跟孩子讲话 来分享我们这边 非常有趣的地理历史的资料 所以的话呢 那我们如果受患难的话 怎么样 是叫你们得安慰 如果开始出去 也许我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怎么样 第一个 我平常靠基督多得安慰 然后我 我平常的话 我有机会 我就到小学去演讲 OK 我到中学去演讲 我到政府单位去演讲 我到基业界去演讲 怎么样 我就讲 OK 我们的芒果树 为什么台风都吹不倒塌 长在这么潮湿的地方 它自己的树干会开个洞 所以你们如果看你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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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巧国小的那个 那棵芒果树 它的树上 身上开了很多洞 然后水就从这个地方流出去 水从什么地方来 从根部来 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一个出路 然后长得非常好 就像你所说的 哇 自干也砍了 然后呢 这是怎么样 他每一年持续的怎么样 结果子 持续的结果子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会讲 主是我随时的力量 所以的话呢 我离主 我必跌倒 我是一个可怜的男人 你看我是不是长得不错 什么叫极品 极品啦 什么叫极品 OK 哇哇 哎 哇 中国也请他们吃饭 他们吃饭 我从来 我老婆这么跟我 嫁给我40年 也没有说我是极品 哈哈哈哈 你都说我是个好男人 哎 弟兄 你有被人家叫过你是极品吗 哈哈哈哈 我只叫你王品就不错了 还叫极品 王品就很高档 我们这边不是有王品 王品就很高档了 哇 谢谢姐妹 真的 因着你的话 我可以靠基督多得安慰 OK 我回去跟自己讲 我是什么 极品 主耶稣我感谢你 能够到这个地方来 虽然我们时间也不长 虽然我们 基本大部分都没有见过 但是主耶稣 我们真的是 因着基督多受苦楚 但是我们可以靠着基督多得安慰 谁能够知道我们心里的故事 谁能够知道我们心里的忧伤 谁能够知道我们头脑想不过 过的地方 谁能够想得到很多问题 要怎么解决 完全没办法解决 谁能够想得到多少的承诺 这根本就没有兑现 多少的安慰 其实根本安慰不到我们的里面 但是这边有一个答案说 我可以靠着基督多得安慰 这是你讲的 这还不是人讲的 主啊 我就很单纯的相信 我可以今天多得基督的安慰 我不是说因为我聪明 我不是说因为我能干 我不是说因为我有经验 我不是说我有多少的理性 我只能说主我单纯的相信 我能够用的地方都已经用尽了 我能够用的力量我都用尽了 我甚至常常是用自己的力量 在伤害自己 但是我读到这样的圣经节 我可以因着基督多得安慰 我在任何的困难里面 我可以因着基督而多得安慰 虽然我没有什么答案 我真的我也 后来我就不然说我连答案都不要了 我只是个简单的相信 虽然我有经过很多的苦楚 但是我可以因着基督多得安慰 我可以多有多一点时间去摸摸我的大同天国 我可以多一点的时间去摸摸我们家里的海龙洗衣机 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去蒸我的包子 去蒸我的馒头 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去查我的地 我可以多一点时间上我一早起来去读我的圣经 成为我在苦难当中最后的一个救生圈 可以让我不沉溺在难过的大海当中 而能够浮在大海的表面 主啊你知道我多么的需要你 我就需要你 我不需要事上的理论 我不需要我人的经验 我不需要事上所有的说法 或者需要说主啊在我困难之海当中 我可以因着基督而多得安慰 主啊我不知道这些安慰对我有什么用 但是你告诉我们说这个安慰客气安慰周围那些经过患难的人 哇有些人甚至是失望 有些人是经过打击被打倒 钱都不见了 感情都靠不住了 健康也靠不住了 所有的承诺都靠不住了 但是还有一个最后的靠得住 是我们可以靠着基督多得安慰 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极品 赞美耶稣 哇今天真的好高兴来这边 这是又多一个安慰 就是我是极品 谢谢耶稣 OK 我相信我在你的眼中也是个极品 OKOK 赞美主 那我们一生里面过得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 经过很多的困难继续往前走 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眼中的极品 谢谢主 求主祝福每一位 求主祝福每一个人的家庭 求主祝福我们的心里的故事 因为只有主你自己知道 我们可以依靠耶稣基督 让我们的心里得稳定 得依靠 求主祝福每一位 我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每一位 都在一起 以选择 为主祝福 我们下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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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